花蓮市立幼儿园28号上午举办禁师感恩情的活动 大中小班的孩子们分别用不同的方式向老师们传递敬爱以及感恩 而市长为家宴也特别到场和小朋友们一起祝福 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让校园中充满温馨以及感恩的氛围 眼睛要看谁 眼睛看谁 花蓮市立幼儿园的老师们化作FF4上演流星花园片段 以寓教育乐方式除了希望让孩子们养成正确的上课习惯 也学习尊实重道的理念 而大中小班的孩子们也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向老师们传递敬爱与感恩 28号是逢教师节 花蓮市立幼儿园特别举办近师感恩情活动 而市长为家宴也特别到场和小朋友们一起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今天来到我们室宴也看到了孩子们非常的有活力 那刚刚孩子们也给老师一个拥抱 那也帮老师垂垂背 那也表演了一段有趣的舞蹈给老师看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老师非常的辛苦 那要带那么多的孩子 那今天也特地的准备一些礼券 然后一些我们教师节的礼品 送给我们所有辛苦的老师 那还是我们新生小班的孩子们 刚到学校 我们很多的孩子比较不习惯 那真的要麻烦我们导师的协助跟帮忙 还有其他班级的导师的协助跟帮忙 能够让孩子们更快速的迅速的融入到我们室宴的一个环境里面 市长维嘉宴也带了教师节礼物要给室宴老师们 除了感谢他们细心且耐心的照顾每一位孩子 也感谢老师为孩子规划设计那么多活动 让小朋友们都能了解到不同节日的意涵 而未来施工所也会全力支持室宴各项发展 希望可以服务到更多的小朋友与家长 记者徐立琴 花铃士报导 新节快乐 耶